大家好 我是Koi Mi Da 我們人在馬來西亞 沒有啦 我們人現在在台灣了 我們終於回來了 你知道最近的這幾支影片 現在我身邊已經沒有人知道 我人到底在哪裡了 一下在泰國 一下在新加坡 一下在馬來西亞 接下來又要在日本 然後接下來呢 又要再去韓國 到底現在阿源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人呢是在台南 吃了這麼多異國料理跟美食之後 還是會懷念自己家鄉 最美好的那個味道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決定要來吃爆台南 剛好今天Bruce跟我 還有Bruce的女朋友莎莎 我們三個人呢有三個胃 所以呢今天在台南吃爆呢 我們要有個目標 至少要吃時間 如果沒有吃時間之前呢 我們是不收工的 所以我們看今天到底要吃到幾點 OK吧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們今天呢選的這些地點呢 就是大部分幾乎都是我沒吃過 可是呢在網路上超級紅 評價超級好的 那第一間呢就是在中西區的 這裡 頂部發 這一間呢它是最出名的 就是它的豬油拌飯 我在台南呢老實講 我沒有吃過豬油拌飯 因為大家都會去吃那個老挫 那個我也沒吃過 因為那時候我就已經大學了 所以就沒有時間回來吃 但是呢這是我第一次在台南要吃豬油拌飯 剛才呢我們是排隊排得很長喔 大概也是至少有個15分鐘 我們才有位子的 那我們就直接去吃吧 走 現在是1點半左右 那要禮拜一耶 對啊 禮拜一了 對啊 禮拜一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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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杯 可以 兩杯 真的嗎 蝦捲長這樣 可以啊 蝦捲長這樣 來囉 我們剛剛點了這個豬油拌飯 烘完湯 然後蝦捲 雞肉串 還有這個 紅茶 它有生雞蛋的 然後也有就是這種就是半熟的 因為我覺得呢 我們大家就是腸胃可能都沒有那麼好 吃生的好不好 我們吃點熟的 蝦爪會烘茶 我要用湯匙了 超好吃 它濕濕嫩嫩的 阿是甜的嗎 對 我覺得一定是甜的 我覺得是甜的 因為很多台北人說啊 談談吃 就覺得已經過甜 對啊 真的有點甜 超酥脆的耶 這好好吃喔 而且它裡面很多汁 它外面炸得很酥脆 而且沒有過多的油 然後 它還有淋上一點點的黑胡椒 我們剛剛270 兩百香還OK 還OK 早上吃蒜燒也是蠻扯的 欸很好吃耶 真的假的 雞肉很嫩 它有兩種 一種是雞肉 一種是豬肉 然後我們點的是雞肉 雞肉很嫩不會喘 走不到三分鐘 到第二間了 剛剛第一間吃完了豬油拌飯之後 我們第二間呢 要來吃一間 我從來 在台南都沒有吃過的蝦仁飯 因為我之前都是吃幾品 但是呢 矮仔城我從來沒吃過 我剛剛 去查了一下它的地址 我才意外看到 它評價 3.6顆星 但是 它有6千多則的評論耶 畢竟這個呢 在台南的小吃當中呢 它也是一個很多人 一定都會來吃的一個品項 所以呢我們來吃吃看 上菜囉 來 開吃喔 這個蝦算是放蠻多的 這個60元 這個35 大概90元 所以你覺得這樣偏貴還是還好 我覺得台南的物價就是越來越高啊 不是嗎 沒有辦法 因為太多觀光客會來 對所以我覺得物價高好像也滿正常的 啊我來吃吃看 我要吃了 嗯 嗯 矮仔城是比較濕啦 極品比較淡 所以你沒有講出好吃或不好吃 喔 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 我本來就很喜歡吃蝦仁飯的 只是說因為我覺得它比較偏濕 所以我剛剛自己有 shock 知道 吃一下 香草 香草覺得不錯 因為我在極品都會吃蝦仁飯加一顆荷包蛋 啊我這個剛剛忘記加 我覺得可能有加我會更喜歡 我會見來吃蝦仁飯的人 一定要加半熟和包蛋 香港 我們現在在永樂市場的二樓 然後決定來樓上就是小探險一下 然後我記得我兩年前來的時候 這裡面有那種就是很復古的咖啡廳 但是有些是其他人的住宅 就其他人的家喔 對啦 我跟你講我記得轉角還有一間 我們剛剛已經上來 永樂市場的樂好日了 然後呢我們剛剛點的這個 超軟的注意 我可以先喝一口齁 很好喝它就是西西里咖啡 但我覺得很讚 就是我覺得它偏酸 可是我蠻喜歡 好香 它這個就是 Amon紅茶 然後它這個就是 咖啡檸檬 所以其實兩個就只是 擦在那個基底部一樣 這是紅茶跟咖啡而已 哇謝謝 好可愛喔 這是我們的小西點 真如莎莎所說耶 真的是馬卡龍 本來是馬卡龍喔 跟妳的衣服還有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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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愛喔 因為那個很硬 結鬆是不是 嗯 老闆是個很特別的人 妳就算用中文回家 他堅持用台語回妳 老闆我有一個問題 請問妳說這個冰塊 那是紅茶的冰塊 喔喔喔喔 對 紅茶的冰塊啦 喔謝謝謝謝 是紅茶的冰塊 難怪它是有顏色的 哇好厲害喔 很用心耶 因為你知道一般外面的冰塊 真的就是那種水的冰塊 也是 但它這個裡面是紅茶的冰塊 而且它用的都是紅茶 介紹妳的頻道台語 太難了啦 一家阿姨 對 妳這裡去找上面就有了 好好 這鴨皮應該是三位 還是四位的時候會 會 暴露 對 謝謝 OK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拜拜 謝謝 下次再來下次再來 下次再來下次再來 好了我們現在才第三間 三個人都有點飽了 不行吧 是戰鬥力 妳應該 飽CAM的那種感覺 妳剛剛是喝太多水了 所以現在就覺得很脹 不行耶 我覺得我們還要再繼續往下吃 因為台南是太多好吃了 大家來台南玩的話呢 在高鐵上千萬不要吃東西 因為妳下來之後呢 妳就會無限的開始 爆吃美食 妳敢吃 妳敢吃 妳不是不喜歡冷藍的東西 脆軟脆軟 沒有 曬如我喜歡好不好 那是什麼啊 妳先去看一下 那個爆米花 爆米花 爆米花 酷喔 它是巧克力爆米花 它是巧克力爆米花 對啊 對不起我是單身廣 沒有 這我也想買怎麼辦 好了 這次剛好經過 因為這之前 我從來都沒有看過 在國華街這一條路上 然後它這邊就是在賣爆米花 然後我也被它吸引 是因為它就是第一 它這邊寫豬絲料 很可愛 然後再來是 它裡面居然是發豆的包裝耶 超可愛的 哇 哇 下一間鱔魚意麵 我們來吃的是福生小吃 這一間比很多人推 很好吃耶 我覺得乾的鱔魚意麵 的那個甜度 會降低一點點 但是我還是可以吃得到它那個甜味啦 可是我覺得它炒的算是蠻好吃的 而且它旁邊的這個洋蔥啊 就是它的那個嗆嗆的感覺 就是有完全炒出來 所以吃進去之後 你會有那種就是 有點嗆嗆辣辣 然後鹹甜鹹甜的滋味 這一間店呢 它不只是它的鱔魚意麵紅 它更紅的是後面的火焰阿嬤 阿嬤會跳恰恰 一邊跳恰恰一邊火焰 煮這個給你吃 沒有人要吃最精華的鱔魚 就因為剛剛我們在那邊長什麼 長什麼蛇皮之類的 這樣比我們的這個想要吃的慾望 很好吃好不好 耶這樣第一間了 第五間 第五間了 我們要吃的呢 就是一樣在國華街 這一條太多吃了 我們來吃金八寶圓仔冰 這間呢是我以前 小時候非常喜歡來吃的一間冰店 然後呢它都是專門賣那種古早八寶冰 那我們就一起去吃一下 來路來路 欸五個料啊 五個料啊 五個料五十五個料才十元然後冰五元 很便宜吧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它那邊有寫新鮮厚冰 古早味我覺得是在台北吃不到的 為什麼台北很少八寶冰啊 真的好吃嗎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台北都是 什麼芒果冰 或芒果冰 我那時候剛上台北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 這種台北才吃得到某幾冰 然後南部都沒有 很好吃耶 而且它的料都 我覺得都算滿新鮮的 所以你把頭髮拿回來啊 你也太晚發現了吧 哈哈 節目都進行到一半 對啊 欸你剪頭髮 欸 它的那個白色芋圓超好吃的 欸對對對 那個那個那個 對 它感覺不一樣 可是因為 超好吃 很好吃耶 因為它不是那種就很華麗的 可是我跟你講 不是華麗的在台南 通常真的都是那種 最好吃的 很角色 很角色 真的 那新開的店啊 你知道反而就是 它要怎麼跟你進去 就是它要弄很漂亮很華麗 因為它怕它動不過這種 傳統 叔叔阿姨 就是在煮的這種食物 食材小吃 所以呢 真材實料 大家來台南是一定要找這種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企業 可是它東西是最好吃 日本的感覺 第六件是阿托比到我們來的 可以 真的是可以帶狗進來 好扯 太酷了 因為我覺得這是榻榻米 一般的店 不可能讓狗進來 它當作可以 所以你嚇到耶 它是吃什麼的 它是這種抹茶 比較日式類的 這是什麼 英文拌麵很酷 蛋漬 然後 紫蘇飯碗 啊 水洋根 拿牛肉 可以攪拌一下 大家喝喝 然後 喝抹茶 然後跟這個 喝果汁 那我要喝喝喝喝 上口 然後 它沒有想像中那麼燙 然後在日本喝的時候 超燙 它就是溫溫的 溫溫涼涼涼的 我覺得很好喝 今天吃飲料 它剛剛是喝喝 然後 我在日本喝完之後 發現我很愛我這一道食物 所以我剛剛就煸了 它的那個抹茶 非常的香 是果凍 我覺得它應該是果凍 我覺得它應該是果凍 感覺應該是 有點像菜耶 真的啊 真的啊 那我覺得很好吃耶 非常的淡淡的 黃香的菜 因為我覺得一般在餐廳 那的菜比較甜 它味道比較清淡 但很好吃 那個香味 現在在我的嘴巴裡面 這樣子 慢慢的散出來 很大份喔 自己來看看 怎樣 這樣不是那種有酸美的嗎 紫蘇美的味道 哇真的 是很像那個 日本卡通裡面小朋友的味道 有一點 不很好在乎開胃 很好吃啊 它要拌比較硬 所以 粒粒分離 大家我們剛才呢 去的味屋茶室 它是在一個非常隱密的地方 巷子裡面 你有沒有覺得這邊進去 感覺是個死巷 沒有錯 它就是個死巷 因為呢 它走進去之後 左手邊 就是了 而且是 整個大戶 它空間沒有很大 裡面 大家講話其實都蠻輕聲細語的 可是我覺得是很值得來的 讚喔 下一間 今天是我們的第七間 對啊 第七間 二南食堂 這一間其實我在網路上看到 就超想來吃的 它就是吃丼飯 我自己個人 非常的喜歡吃海鮮生魚片 但是呢 因為我今天已經吃了第七間了 所以我已經開始就覺得 嘖 你現在是有點碎眼心鬆 不是因為吃太多東西 就是你知道已經有點恍神 但是呢 沒關係 我們為了我們的生魚片丼飯 給它開支吃起來 走 哇 哇 謝謝 神鮭魚丁 謝謝 哇 看起來很棒耶 超棒的 這個鮭魚超OK的 它就是要先 它先這樣刺開 吃喔 然後刺開之後 這個跟這隻它攪在一起 這個跟這隻它攪在一起 好 我還能當作 嗯 喔 這位膽固醇過高啊 很甜耶 好海膽 那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東西 海膽 天使蝦 還不會軟 很甜 全部都很甜 好好吃 哇 等一下 超爽的 很豐盛 很滿的感覺 超爽的 很豐盛 很豐盛 滿滿的鮭魚耶 收房海鮮凍耶 所以這個愛海鮮的來這邊OK 我覺得這個愛海鮮的一定要來耶 因為太爽了 而且我覺得這個一個人吃不完 所以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要四個人吃 我們吃完了 剛剛發現三個人吃兩個丼飯 就已經很夠 因為會超飽 它分量很大 而且它其實飯很多 所以建議呢 就是可能三個人或四個人吃的話 因為它其實低銷是300塊 所以就是三四十二大概一千二左右吧 一千二左右 其實你可以點一些握手術 或者是它其他的一些小小品項 不用四個人都一定要點到丼飯 因為真的會超級飽 但是呢非常的好吃 我覺得它的丼飯上面生魚片都超級鮮甜的 歡迎給大家 喜歡吃生魚片丼飯的人 可以來吃看看 分量超大喔 第八間 我們來到了 就是小西角青草茶 這一間呢 是我以前小時候 我爸媽帶我去水平屋公園 結束後呢 我們這樣慢慢的走回來 就會來這邊就買一杯青草茶 或者是蓮藕茶 這邊的青草茶呢 非常的好喝 我覺得它應該是全台的 是我覺得最好喝的青草茶 就是在這裡 蓮藕茶也超讚的 大家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蓮藕茶喝起來好像老人在喝的 沒有 它的蓮藕茶呢 我自己個人覺得 喝完之後 你會愛上蓮藕 就是這個食物 總之很讚 那我們去買 我要順便買回台北 它的青草茶 T恤有無常的嗎 杯的可以 好 那你要有糖還是無糖 我要有糖的 然後我想要買那個一塊 好 那我要一點點喝 然後 來 drink 因為我們剛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這樣吃一整天 其實真的會有點飽 那如果你今天小鳥味的人 不可能就是一直狂吃東西嘛 所以我就想說 那大家如果來這邊 然後就覺得天氣好熱 想要喝一點什麼的話 非常的推薦 你可以喝這個 青草茶 這間青草茶呢 是 我從小喝到大的 然後它真的到現在都沒有倒謀 居然 它已經五六十點 那種傳宗接代的歷史 非常的推薦大家來台北 一定要喝小西角 今天我們還差點忘記 要吃牛肉湯對不對 對 差點忘記耶 這排的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吃牛肉湯啊 我跟你講喔 我們 下次要挑戰去吃一個六千 就是半夜四點的那種 好啦 我過來喝這個囉 它還有它再加洋蔥啦 蔥花 吃看吃看 我覺得 加味就是害我加了一些 蔥花有提味的效果 那如果你不太喜歡這種 蔥花啊 薑的這種味道的話 你可以點原味 不過我覺得它本身湯就非常的甜 很好吃 滿滿的肉耶 這在台北根本吃不到耶 你現在又有食慾了是不是 又有另外一個味 今天不是澱粉我就可以 而且我跟你講在運動的人 真的要多攝取一些蛋白質 這些都是不會怕 你是加醬派還是不加醬派 不加醬派 但是這個可以加 加醬 這樣也是好吃啊 但有些人不喜歡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這個醬油 太平了 但我是覺得還OK 似乎我平常不太會加醬耶 最後一間我們來到清吉水果 而且這是沙沙找的喔 因為我們已經陣亡了 就剩下他 他還在戰場上耶 他還說還可以繼續吃 水果可以啦 沒有布丁 好 哇 它就是要這樣子 欸好好吃耶 解膩的感覺 超解膩的 哇謝謝 欸你們全部金額是160塊 欸他如果沒有布丁是不是60塊 是不是也蠻配的 我不知道 嗯 你說真的60塊 沒有布丁的話 有布丁吧 裡面就是 有什麼 Watermelon 我給他敏感性牙齒 欸有啦 有其他的 Pine Apple 是這個嗎 Pine Apple Pine Apple 就是每次回台南拍這種片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 真的很像是 去一個新的地方體驗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台南就是 店家在更換的速度超級快 然後永遠都有吃不完的東西 所以每次回來其實都是充滿的新鮮感 就是新舊這樣子交錯 我覺得還蠻讚的 所以 每次回來其實都是非常開心的 總之呢 今天我們就是挑戰吃了時間店 雖然這次時間店裡面呢 有其中一兩間可能是飲料店 然後咖啡廳 可是這時間呢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吃很值得推薦 給說我想要來台南玩的朋友 如果呢 你們想要看我是去其他國家的話呢 就是也可以在留言板底下留言告訴我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靠去更遠的地方 也可以跟我說 那就是這樣子 希望你們喜歡見這支影片 喜歡記得按讚咀咀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面喜歡影片見 掰掰 我們在這裡 I love Thailand 很好吃 我看到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